好 接下来呢 我们到东马的沙巴州去看一看 沙巴州南部华人人口相对显著的 斗湖涛澳国席 那这届大选呢 将会上演四角战 虽然是四角战 但是看点嘛 还是在国阵还有西蒙的两位女候选人之争上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寻求蝉联的国阵沙巴团结党叶娟成 那大家都知道他是原任高教部副部长 这一届呢 是继续被国阵委派上阵首途的 那他有怎么样的经验 他凭着过去在教育界的丰富经验 还有政治资源 相对于其他的候选人来说 当然排面上来看是比较占优势的 好 那如果我们看到了叶娟成之后 我们来看看他的对手 他的对手呢 有些分析也说 那个实力嘛 还是旗鼓相当的 这一次呢 希望联盟派了从亚币呢 调回来的原任亚币亚币周议员 他呢 也是沙巴公正党主席的刘靖之 希望说用这张王牌来挑战叶娟成的 结果这就让斗湖第一次上演了双女候选人的争夺战 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记者 严伟俊 吴启军 还有庄文杰 在沙巴斗湖的实地采访报导 斗湖是沙巴南部的沿海城市 今天高温炎热33度把设置队呢 都快热晕了 不过这种氛围呢 也很像此时此刻的选举气氛 蓝营 鼻入探子里真的是热到爆 国阵在沙巴南方的政治秀场 严格来说就只是支持者的种族 肤色和喜马有些许不同 其余的不管是气派的场地 余性的竞歌热舞 成群结队的蓝衣巴吉马吉阿邦卡卡通通没有少 甚至为了拉抬声势 还出动从吉东坡飞山打根 再赶来斗湖 在沙巴东边跟南边 两天一夜跑透透造势的国阵老大那集 或许是因为中央领袖难得一见 支持者看起来都很兴奋 不过本场造势大会的主角还是这一位 国阵斗湖国席候选人叶涓成 虽然叶校长退休之后离开校园很久了 但似乎没有带走他同趣的一面 你看他人才刚到 立马展现亲和力和活力 拼命地跟他的支持者嗨嗨 也对啦 毕竟这是他的场子嘛 看到支持者当然会嗨咯 如果您可以看到他的支持者看起来 当我来到他们 看起来 他们叫我去拍摄 所以这就是结果 好棒 好棒 好看我获得的支持 我获得的支持 和巴勒斯坦的支持 另一边乡 希望联盟也看准了 抖湖国籍有胜算 所以派出了蓝眼大将 公正党沙州主席 刘靖之强势进攻 虽然他是 飞向过河 不过却打出了 在地人相亲牌 说这一口流利的客家话 要迎战哈嘎人叶娟诚 虽然败票的场面 不如人家果镇那边 不过在抖湖出生长大的 刘靖之很接地气 跟选民嘘寒问暖 都是用暴地客家话 穿竞选背心 戴淑女草帽 还有酷似香港女艺人的 招牌笑容 丢富的阿嫂阿姨 就爱亲切这一位了 只不过刘靖之 这届飞向过河 从地儿故乡亚币 回到hometown 斗湖竞选国席 又要监控在亚币国席 底下的亚币亚币州席 国州两个选区 跨越沙巴州南北两端 如何兼顾妥当 成了他最大挑战 我在亚币住了二十多年 在斗湖长大 所以斗湖 亚币都是我的家乡 所以没有什么分别 对我来说 现在脚筒这样方便 斗湖去亚币 也不过是四十五十分钟 所以对我来讲也不是什么 这一次的选举 对我来说是一个生死战 所以我希望他了解到 为什么我公正党的主席 亲自上阵 我们必须要赢得了很多的国会 才能够把这个赠权 改成万代的赠权改掉 风夏之乡 南端城市烟消未起 这边乡高呼首土 士气高涨 犹如岸外海浪波涛汹涌 好棒 太棒了 太棒了 另一边乡空降新兵 诉求国家改变 端出温柔婉约 这些犹如卷浪拍案 斗湖双女之争 哪一种浪拍得比较小 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当然是要看了 看了9号那天